杨澄霖和李荣浩结婚即将迈入第三年 虽然前阵子李荣浩才传出出轨极客俊逸 和杨澄霖已经离婚的无荣消息 不过三人几乎同时发生驳斥 不只让谣言彻底粉碎 然而那爱情在大家眼里也更加甜蜜许多 最近杨澄霖就在节目中松口 他们会走入婚姻是因为这段关系一直很稳定 所以对方求了我就结 不过他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个不婚主义者 也没想过李荣浩会开口跟他求婚 我本来觉得我们这段感情就会走得很长久 但是不会走向婚姻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 我会变成一个人妻 他也进一步透露原来是李荣浩当时 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 才希望能成家 至于为什么他会答应求婚 他坦言过去别人都会告诉他 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他一直觉得这个答案很敷衍 不过直到遇见李荣浩之后 才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感觉 扎扎实实的又把旁边的人闪一波拉